大家好 我是WenWen 今天早上起来刷推特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刷一条消息 转一个视频和一些图片 就是北大有个叫万柳的这个地方 很多学生出来就是抗议 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在北大 然后这个事情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 在进一步的发酵之中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简单把这个前因后果 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我看到的这个前因后果 也是我在网络里面 看到他们传的这个消息 真假呢 这个我也不好说 但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 就是在万柳 北大万柳这个地区吧 住着就是学生 同时也住着一些家属 他们是就是很明确的分开住的 然后就这些住的这些家属和学生呢 就最近把这个万柳地区 他们就给关了 关了以后呢 学生呢就不能自由出入了 但是这个这些家属 他们能够自由出入 但这也好想象 就这些不能叫家属吧 就住的一些就是成年人吧 这些人可能就是非富即贵嘛 人家可能是什么官员呢 或者是什么所谓的专家学者呀 人家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他们很难限制 他们的这个出入嘛 然后呢学生看到了 你这不是不公平吗 对吧 你凭什么让把我们关着 对不对 你把我们关着 让他们出入 那这有什么效果呢 你这种关 对不对 学生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以后呢 校方呢并没有去这个安抚学生 给他给学生一些就是公平的对待 但是他们采取了一个反向的措施 就是把这个这些成年人和学生住的空间 用墙给隔离开了 你们不觉得觉得你们不是觉得不公平 那我就给你把建个墙给你隔开 就是你们现在跟外面这些人 你们就不是一类人了 把你们隔开 那就对了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学生就非常生气 然后他们很多人就聚集起来 就开始抗议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人就聚集的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呢 就是惊动校方 他们校领导就出来开始讲话 我看到的视频呢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校领导啊 出来开始讲 看他也挺紧张的 其实 然后呢 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学生就不高兴 有人说 赶快把墙拆了 然后呢 他在讲的过程当中 就我就听到一声响声嘛 然后有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男学生 把那个墙的一部分给推倒了 就进来了 然后这个领导 他也很紧张 很紧张 然后后面这个视频就没有了 然后我看到他们图片里面 那些文字介绍呢 就说这个 所谓的校领导 他也开始 就说那好 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墙拆了 意思是满足学生的要求 但是学生们的质疑就是 那你现在把墙拆了 等到我们睡觉的时候 你又把墙建起来怎么办 总之现在这个事情 引起了北大很多学生的这种愤怒吧 那么这个事情 后续会什么样呢 我觉得学生们的这种猜测 是很有可能的 后续在学生们睡觉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把墙又建起来 而且这个事情 我觉得习近平也能看到 那习近平看到这个事情 按照他的一根筋的性格 肯定就是说 你北大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北大学生就了不起 对吧 乖 把墙建起来 应该还是这样一套模式 他是不会服软的 习近平 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肯定 对北大学生的管控会越来越严厉 那么北大学生 他们的反抗 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咱们还得看 但即便他们不会出来 就直接的反抗 他们也会通过他们的这种智慧 那北大学生那了不得 人家各种各样的水平 智商 对于电脑 各种技术的把握程度 那是相当厉害的 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进行反抗 这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的 对吧 不仅仅是在万流柱的这些学生 可能其他的北大的学生 包括清华 清华现在好像也关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 就说你得罪这些聪明的人 得罪这些高智商的人 这些事情是很难办的 前段时间我不讲 就是你看上海现在这个事情 整个轰动全世界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很多很专业的人 他们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他们不敢出来直接对抗你 但是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吧 让别人看到你的丑胎 那北大清华更是如此了 这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当中的精英中的精英了 是吧 而且这个事情一定会引起 很多人很多人的愤怒 会引起重怒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在传 后续还会怎么发酵 咱们还要继续看 就是你看现在习近平 他很多那个做法 比如这两天上海 大家看到那个情况 那些大白直接闯到人家家里面 就是说 已经达到了一种登风造极 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乱到这种程度 就是这种事情 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可怕 你知道吧 就这些事情 就是说当年你说毛泽东 他在怎么折腾 他当时折腾的不管多厉害 那个时候 大家也都没有摄像机 对不对 大家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 再怎么折腾 也就是局部地区 大家都各自知道各自的事 整体的大局 谁也不知道 海外媒体 更不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说在这种完全封闭的情况之下 毛泽东折腾是可以的 当年毛泽东折腾是可以的 但是你习近平 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么多摄像头 成千上万上亿的摄像头 天天在全国各地拍摄着 你的所谓的总方针的指引下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象 不仅在全世界流传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 也在快速的传播 大家都在表达着不满 你说这样下去的话 习近平他还能坚持多久 对不对 你即便是再有权利 你这种权利也抵不住 这么去消耗 对吧 谁还支持你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我看习近平现在这个状态 我的感觉就好像是 已经乱了章法了 已经就是说 像一个人泄似底里了 你知道吗 气的不行 还恐惧的不行 对不对 回到家里面就一顿乱发脾气 拍桌子 然后甚至开始拽东西了 就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 破罐子破摔了 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人还要整他 还要弄他 然后你不是说M好 他就专门把你们家里 最之前的什么古董 最之前的一些东西 递到你手里 让你去把它毁掉 基本上 我感觉是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我的感觉 有可能是错的 大家如果觉得 我说的是不对的 你可以给我分析 我现在是反正理解不了 他的情况了 再说一遍 他的情况在我看来 目前就是自暴自弃 破罐子破摔 没有章法 已经乱了阵营了 我只能是这么分析了 要不你怎么去想象 对不对 在上海那种视频 对不对 我天 光天 真是光天化日之下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往后 我觉得可能在中国各地 还会出现很多 非常更多更多 这种匪夷所思的 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就会进一步 加速习近平权力的 这种缩水 咱慢慢看这个事情 当然了 在前段时间 不是前段 就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说希望习近平上台 不断的执政连任加速 只有他在台上 那么中国才能很快地走入到 一个没有中共体制的 环境当中去 大家都是这么在传 以前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真的 但是现在我看到 如果说 有一个前提 如果说我判断的是错的 就是习近平在权力 非常稳固 大权在握 他还能够连任 对不对 甚至能够就是说 江山带带船 他能做到好几十年 那么 我现在的结论 我感觉就只有一个去处 就是北韩的那个去处 或者是回到毛泽东时代 我觉得只能是这样 中国人到那个时候的境遇 只能是更困苦 更难受 像习近平 你看他什么都不在乎了 什么名声 不在乎 对不对 什么私营企业 民营企业 不在乎 什么经济问题 什么失业 对吧 债务 不在乎 对不对 什么都不想了 我感觉就是 只要能保住他的权利就行 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 所谓的什么统一大市场 什么粮票 肉票 什么供销社 就全都出来了 什么 在有些地区 大家看到 就出来出现这种红宝书 全都出来了 他已经把这个事情都已经整体统一好了 别的 他以前不说了 可以把这些杂碎重来 但是不是原话了 就说那个意思 杂碎重来 他只要自己把自己保护住 只要自己有权利就行 那么所有的这些人都要给我跪下 都要臣服于我 那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 回到北韩 甚至有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心里恐惧 他恐惧的话 他就会做出更多 让人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怎么看 就是说有人说他20大还能够连任 然后他的所谓的总方针总部项目 也坚持到20大 甚至到明年的两会 关键是啥呢 现在很多人 就是现在到20大 咱往进的时候到20大 咱先别说两会 到进了20大 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目前很多人 他连四五天都停不了 甚至有些老年人 连四五个小时都停不了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怎么办 这个矛盾 它是非常非常紧急的 这种矛盾也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整体上 就是说今天看到北大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 像我们也是很关注国内的这些大学 看到北大这个情况 我也觉得 这个事态这么发展下去 真的是 有句话说 物极必反 咱们看看未来的这个趋势 行 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观看